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111年花莲全县及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 在今天盛大开幕典礼 现场徐正会亲自主持 他也表扬了多位全国性赛事夺牌的杰出选手 同时还颁发感谢状给大会表演单位及医护整合单位 也勉励运动员要突破自己 为自己和为花莲争光 今天徐正会表示 花莲是培育体育人才的摇篮 感谢花莲新体育会以及各项单项委员会的支持 以及基层的老师以及教练们 为了花莲选手洗脑的付出 创造出一年比一年更好的成绩 让花莲体育大线的美名发光发亮 对花莲选手们各项相关赛事所展现的实力加击 虽然许正也感到予有荣源 并且取取体育人才的培育能够持续扎根 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选手们 在国际赛场上发光放亮 我想在前面的八天的比赛 我们一共有十五项的赛事 来迎接所有的国高中 以及我们的社会主来比赛 我想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所有的教练 对于花莲县的孩子们的培育 以及耐心 爱心 勇心 让花莲成为国家运动员培养的摇篮 更打下了最好的全民运动的基础 109年华莲县举办全民运 111年举办了全中运 而这一次的全中运更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全中运 但是我们克服了任何的挑战 以及疫情的难关 在续赛的时候 我想我要谢谢所有各级学校的校长 所有的裁判 所有的教练 以及体育会 所有的伙伴 更谢谢全国所有的运动选手 能够包容 习专人表示全国中运运动会 选手们可以说是表现优异 取取各项运动赛事 欢迎选手们不分老少皆有令人惊艳的表现 现在许专人也取取选手们平日灰汗苦练的成果 尽情发挥 拼尽全力争取最高荣耀 发挥自我超越潜能 让全国看到欢迎人坚实的体育实力 记得请欢迎华小伯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